我們希望把所有的動作 通通都直接變成 兩個按鈕 那所以呢最後其實我希望 假設這邊是輕調的狀態 那你可以按一下黑名單篩選 當然我是直接拿剛剛 旁邊本來三個按鈕 那我是沒有把它直接刪掉 我是直接把它重新改名稱而已啦 那改名稱很簡單 按右鍵指定聚齊這邊名稱 把它稍微 重新選那個聚齊之後 然後把上面的名稱 改一下 他 就換個名稱了 那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黑名單 一個清楚 那我按下這個按鈕 他就可以 幫我把剛剛做的事情重做過一遍 然後這邊是清楚 OK 按一下 他重新查一遍 然後把結果丟過來 類似像這樣的功能 那怎麼做啦 其實就是把 我們剛剛的那個動作 把他的 SOP步驟 一個一個的把它變成 一串動作 OK 然後 不過可能要特別小心急的地方 因為呢 這個錄製過程 會牽涉到跨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呢 還有就是 郵標 放的位置 這個都會 影響到你將來 錄製會不會成功 OK 因為有的時候 你 切的動作沒有錄進去 那他變成說在 不對的工作表做那件事情 比如說 康義府 結果你填到這邊 填到這邊 填到查詢結果 那一定不對嘛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NG 因為如果NG的話 這個結果就不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錄製 還有一點 就是因為有出發 我們將來 按鈕在這邊 所以記得 你將來 不要直接切過去 因為你直接切過去 他 就 少了 第一步了 切的動作 那如果少了那個切的動作的話 那就會出問題 OK 所以要記得 從這邊出發嘛 所以你記得 錄製的話 一定要先 郵標放這邊 然後 我們來試一下 先把前面的先做一個 前置作業 所謂的前置作業 一般我習慣會把那個篩選狀態先取消 然後記得 郵標不要先直接放這邊 因為我們 將來一定要 錄製 聚集的時候 一定要 點這個動作 可是如果你郵標已經放在這裡 你說老師我不是在點他一下 抱歉 他不會錄那一行 所以你就會掃 郵標 放在那裡的那個動作 那結果就出錯了 OK 所以這個都是小細節 要跟各位講 因為 錄製沒有很困難 我發現同學錄出來 結果 一直都跑 跑不成功 可能都是這些小細節 好 那這些小細節都注意到之後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了 一樣 先切到這邊來 那我就不彩排了 反正就是 1先點他一下 2優標放這邊 3 這個不要刪掉 打勾就可以了 然後向下填滿 然後上面點一下 然後篩選 有沒有 然後再 把這邊選擇那個 1的 按確定 有沒有 然後 再 優標放A1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後Ctrl V 就OK了 有沒有 剛剛一樣的動作 只是說把剛剛的動作 做得比較順一點點 如果要錄製的話呢 記得就要把它恢復 有不要不要放這邊 這個很重要 OK 放旁邊就好 其他的儲存格 好 那OK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錄製了 那錄製的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是 黑名單篩選好了 黑名單 篩選 那因為我 篩 選 打錯字 我打到 我打到那個啦 應該是 有捲舌的 捲舌的絲 OK好 然後 按確定 再來就開始 好 確定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有錄一個 已經有做了一個啦 所以把它蓋掉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喔 先點 查詢名單 一下 這個時候它會錄 一行程式叫 Shits 瓜湖 查詢名單 點 State OK 這個 當然如果你將來 你看懂程式 自己加也可以啦 如果你漏掉 自己加OK 可是你功力要夠啦 所以 錄製聚集其實就階段 你慢慢學會之後 以後你就會懂得 把這些程式 有沒有 自己再安排 假設如果少了你就自己加沒關係 2的話呢 優標放這邊 然後就 Range B2.slate OK 然後再來 把這邊打勾 它好像會加一個什麼 什麼 slate 就是selection selection 點什麼 formin 等於 後面那一串嘛 公式等於這個啦 OK 好 然後呢 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執行一個方法 叫 Autofill Autofill OK 然後 Designation 就是到最下面去了 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游標放上面 然後記得就是篩選嘛 OK篩選然後把這邊打勾 E的部分 留下 然後再把 E的這些 游標放A E嘛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就是選到我們要 摳過去的那個範圍 然後Ctrl C 接下來切到 這個時候呢 這邊就 完成任務了 然後再切回到查詢結果 的A1 所以呢 游標一定 不要預設就到A1 不然如果你假設 你游標已經在A1 你點它一樣 會 N Q了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 好不容易已經做到跨結束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將來如果你會寫 你自己補一行嘛 Range A1 點slate 不就好了 可是你要是要補哪裡 OK 如果你將來看得懂的話 你自己補上去 也OK 所以Range A1 點slate 然後再貼上 Ctrl V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就OK了 你不要再做多餘的動作 然後開發人員 就停止錄製 OK 清除的話一樣 清除我是選這邊嘛 按delete 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 可是錄下來的話 他應該會選colors 他這邊整藍了 delete的話 就clear clearcontents 那一樣啦 反正方法很多 你說老師我不喜歡這樣 我選 Ctrl C為向下 也OK啦 反正就清楚 好那最後的話 點他一下 看一下 OK OK 你們就試著點點看啦 不過啦 失敗的機率可能蠻高的 為什麼 可能漏了 像剛剛有沒有 Range A1那個 這個清除這個也OK 按右鍵 這邊指定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些啦 所以你們其實應該慢慢都可以比較看得懂了 如果你比較有感覺的話 有沒有 就這個 以後如果你自己會寫 自己寫嘛 序則就工作表嘛 有沒有 然後 Range的話就儲存格嘛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輸入公式嘛 有沒有 他其實是呼叫一個 他不是selection 他是叫 因為一個 一個儲存格 就是目前選取中的那個儲存格 叫Active Active Sale 如果是一個範圍 就selection 有沒有 如果你們有特別注意的話 那一樣後面這邊是他的公式 然後 有沒有 所以填滿之後的話就會是一個selection 有沒有 所以他整個填滿到下面 然後Auto Fill 就整個填滿 然後 向下 這個就向下填 其他的部分的話 你們自己再加上那個註解 註解 我就 不特別加了 所以 再來就是第五 類似前面加一個 然後 游標放 B1 然後這個是篩選嘛 所以剛剛如果你漏掉這一行 有沒有 你就自己補一下就好了 游標 所以他應該會是在 哪個地方篩選完 這個 跟正一下 應該不是 這個A1 應該是下面這個A1 因為我們是什麼 先切到那個 查詢結果之後 再把游標放在A1 如果像剛剛我 假設漏了一行 沒關係 你就自己再補一下 所以他其實是 把那個範圍點Copy 然後呢把 你要貼的地方 點Pass 有沒有 這樣的話 複製貼啦 OK 所以 這個 我是覺得有些程式 你不會寫真的 錄製就會有啦 OK 剩下來就是你要看懂 然後去編輯它一下 OK 來試一下 畫面先在 還給各位一下 那 這個步驟 我其實已經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其實有放了 所以 也把它做註解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其他的細節 試試看啦 反正就 錄完之後記得 稍微看一下程式 然後並且加註解 然後再加一把 再加一把 補充